詞曲 李宗盛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有很多內心的話 那我覺得小提琴是最適合的樂器 來表達我的想法 當黃館這個樂器 我一直試圖把它當成 我的聲樂的延伸 然後用唱的方式來呈現它 鋼琴的88個鍵對我來講 就像88個分身 那可以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音樂小宇宙 這次的演出 我們除了表演之外 我們也三位會在音樂會裡面 用輕鬆的方式 跟各位分享我們的學習經歷 還有我們合作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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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